德国柏林每年五一劳动节 都有民众游行进行各种抗争 今年就有将近三千人 在劳动节前夕上街游行 当地警方也派出三千名警员到场 防止发生不愉快事件 警方数据显示 星期二有大约两千八百人 涌现柏林街头 举着终止负权制度等大自爆示威游行 期间还有人燃放烟花 由于以往的劳动节游行都会爆发冲突 柏林警方星期二就部署了三千警员 劳动节当天的示威游行 则会派出六千名警员 密切地监督示威过程 随着德国警方近年来不再强行镇压 而是改为更缓和的措施 当地的劳动节游行示威冲突情况 已经逐渐改善 随着德国警方中央的措施 会派出五千年来不再强行镇压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的措施 连行镇压